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星期一表示 必須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高峰會談 以便雙方達成一個和平條約 日本與俄羅斯自從二戰以來 因為藍千島群島 日本稱為北方四島的主權爭端 從未簽署過和平條約 安倍晉三在新年新聞法部會上對記者說 兩國的領導人都認為雙方之間沒有和平條約是不正常的 他說俄羅斯在打擊極端主義和解決伊朗和敘利亞危機方面 發揮建設性作用至關重要 安倍晉三說首爾高峰會議之後 日本與中國以及南韓的緊張關係正在趨於正常 他希望在這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